好下面的刚才我们介绍了安全的重要性 下面我们来介绍斯科的全新的安全产品件 大家可能了解斯科 斯科的成长是不断的收购 不断的整合这么一个发展过程 一直发展到今天 说的夸张一些 什么是真正的斯科 只有那个路由器里面的iOS 那东西是斯科的最原始的东西 那是纯正斯科产品 但是后面我觉得绝大部分的东西 都不是斯科的 都是斯科一步一步走过来 不断的收购一些 斯科的特点很有意思 他从来不会去冤大头 去收购一些很昂贵的公司 他一般来说都收购一些小的 一些比较有前途的 技术比较新的一些发展性的公司 斯科我觉得它的流逼之处 其实就在一起 不断的收购 不断的整合 能够整合其实也是很强大一个能力 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 斯科的交往机其实并不是斯科的 你可以看到那个名字叫Catalyst Catalyst其实是一个公司 他是被斯科收购了之后 然后你现在不觉得交往机不是斯科的吧 因为你会觉得交往机和路由器都是一个系统 是吧 不是其实当年我刚工作的时候 那个时候Catalyst有他自己的系统 叫CatOS 我觉得当初我还用CatOS配过好多好多个设备 那后来你看看斯科慢慢的整合哪有CatOS什么东西啊 早就IOS了 应该是收购了也就一两年之后 然后CatOS就不存在了 基本上全部是IOS了 就斯科就是不断整合的一个过程 不断收购不断整合 来扩充自己的扩充自己的这个地盘 甚至有个搞笑的说法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一个搞笑的说法 就是我跟那些ChapPoint的或PowerAuto的哥们聊天 说我说你们的这个API 我说首先他先说这个 我说你们的这个整合特别好做 就是他们可能也有一些产品 他们可能有防火墙啊防病毒啊这些东西 我说你们整合起来非常简单 就是都已经整合好了的 只需要简单的点一点 那么你们的3A和你们的防火墙 你们的VPN或者我们的杀毒 或者我们的杀核 你们整合起来特别特别简单就能整合 特别是ChapPoint Plauto 但我说呢 我说斯科可麻烦去了 我说斯科的产品要整合 那真得是一个CCIE水平 那个整合难度特别特别大 有很多的问题 很有技术含量 然后那个哥们甩了一句 特别让我有意思 他说 他说其实他们只是标识斯科而已 他们其实是不同的厂商 这个说法是非常准确的 就是真的就是 虽然说有这么多斯科产品 但是其实呢 也就是斯科的标而已 那么其实很多东西啊 就网络整合 其实还要容易一些 安全整合确实很困难 就真的是有这种感觉 你会发现 我这样说 如果说你把斯科这么多安全产品 你都耍明白了 那基本上 整个安全技术里都学的差不多了 因为他其实并不能说 就学斯科一家的 他涉及到很多家的产品 只是说他们现在 已经被打上了统一的斯科的标 那么在斯科的整体的安全解决方案里面 作为一环来出现 但他们确实是不同的厂商 OK 确实是这样的 所以说有些发现 斯科的安全性在意 确实是很有精通反量的 因为他确实要整合很多很多 其实并不是一个厂商的东西 整合难度其实是比较大的 OK 确实没有其他厂商 那么整合那么轻松加愉快 斯科的整合难度比较大 好 下面呢 我们就来说一下 那么斯科的这几年的重要的收购 因为在我刚刚开始学安全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来说一下 那个时候我03年 带有些什么产品 斯科的Pix 其实就是现在的AESA的前身 斯科的Ideas现在已经没有了 斯科的我那个时候学的Ideas已经没有了 已经被这个说是法 他们所淘汰了 还有那个时候的一个VPN3000 那个技术被VPN技术被欠到现在的AESA里面去 还有一个老的3A ACS没有了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我基本上也就只考这些东西 好 然后看一下 从应该说是从05-06年开始 斯科就开始了一波非常疯狂的收购 造成了现在斯科安全的一个 现在斯科安全是一个很大的系统 有多大 我简直给你解释一下啊 内部系统里面我给你们共享了一本书啊 我觉得我真的很昨天我很感慨 我觉得实际上我有点伤心 我给你看看我们的B站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斯科的一本书 应该是去年 去年初的 然后呢我讲了卷一 然后呢卷二还没讲 因为讲完卷一呢 其实就已经要让我伤心了 你可以看一下 我这个在多少 好像在1000多 700多 我讲了多少小时呢 讲了20多个小时 我给你讲是什么 斯科这本书 我强烈推荐 如果说你真的想学学斯科的技术的话 它有两卷 我给你讲 第一卷1000多页 第二卷1000多页 一共加在一起 差不多2300到2400页 讲的很不错 那我给你解释一下 斯科产品有多少 2400页 只是把斯科的产品的重点 给你过了一遍 就是斯科有那么多产品 就把这个产品是什么东西 它有啥特点 大概有些什么样的技术要配 过了一遍 但是概念过的会比较多一些 2400页 只过了一个概念 那你想想 斯科有多少产品 如果说你想完整看一下 我建议把卷一卷二 都看一遍 我卷一读了五遍 就这个东西读了五遍 讲了20多个小时 我是认认真真的 深入的 读了的 有自己的感想 有自己的笔记 还给你们讲了一遍 当然我是觉得 既然你在想学这个东西 你把这个事当个正事 你就应该好好把这个书看一下 就别说看了 视频 才只有 我这个录像就二说个 点一圈就二诗 吃播放 哈哈 OK 那你想想有几个人在看这个东西 现在反正 哈哈 失丰之下 反正就这样啊 反正我给你解释一下啊 有这本书好书 不错 啊 卷二我最近有时间我再看看吧 因为就讲到卷一之后 我把我讲伤了 我真的伤了 二说个小时下来 我看了 把那本书翻了五遍 每一页做 每一页做标识 每一页做讲解 一页一页翻的架 啊 我希望你们能好好看看 卷一非常经典 不错的 所以呢 我给你讲一下 多么庞大的一个产品线 时刻的安全 时刻的安全 是时刻的一个重要部门 你可能 可能很多不懂时刻安全的 觉得 时刻安全跟华为安全 差不多 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我给你这么讲吧 东西绝对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数量至少都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东西 你给你讲 2400页只是把重点聊了一遍 那你就别说 每一个认真写会有什么结果吧 这边说 我非常推荐大家 你能够看原文 就能够看原文 有我的 有我的笔记板 我有 每一页都做笔记 就是每一页看 每一页做笔记 每一页闹 是 英文的 当然我也不建议你用中文 看中文 中文反正我看不懂 所以说我只有英文的 下面我们就来预议一下一些重要的收购吧 这几年 首先 首先在07年 收购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公司 Aeroport 它做什么呢 做 做 内容安全 邮件安全 邮件安全 网易安全 好 其实主要是 我给你解释一下 它是比较牛逼的 邮件安全厂商 就是拉几邮件 邮件过滤 邮件分析 是很不错的 我们要考它 考它的ESA 邮件安全产品 好 还有一个网易安全 网易安全 可能大家会有奇异 我给你解释一下 网易安全是存在奇异的 什么叫奇异呢 因为网易安全产品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内部用户上网 这个保障用户上网的网页的安全 OK 这是一个产品 思科这个网易安全 是这种产品 是保障内部用户上网 这么一个技术 还有一个 就是你有一个web服务器 然后呢 你需要去保护 你这个web服务器 那么 中国管这个玩意儿呢 叫web 网页应用防火墙 思科战神没有 请注意啊 别看思科这么多产品 这是唯一 你基本上有人问我 我说这是没有 思科没有这个web的 好 但是我给你解释一下 流逼的公司都没有web 不大需要 因为 我给你解释一下 有web这个玩儿吧 那只能解决 你们公司的安全团队 非常能力有限 就是没有办法有效的 对web的代码进行审核 你解释了吗 就是没有办法 对网页代码进行有效审核 这个时候呢 你觉得呢 那我们搞个web在前面顶着 那绝大部分的网页应用安全 那可以解决 如果说你们公司是流逼的公司 淘宝啊 对吧 京东这些 他要鬼的web 他不需要 他自己有专门的团队 对代码进行审核 其实我一讲 网页安全 你可以看看我的网页安全的课 它主要就是那些套路 那你只要有强大的审核团队 只要把代码都有效审核 有效的监控 其实不用web 你这样防得住 你解释了意思吧 只是一些小公司 又没有强大的网页安全团队 网页可能又天天在改变 这个时候你们家买个web是有必要的 留逼的有专门的 有一个专门的编程的一些规范 然后有专门的审核团队的 其实有没有web其实不重要 好 这是一个 好 下面呢 我可以解释一下云安全 这么说吧 思科最近买了好几个 跟云安全有关系的 首先就是一个专门 比如说你要访问一些云端 你装一个客户端 然后通过这个客户端 对你的云端的访问做安全控制的 不管有云端的安全扫描 还有这个云的接入的安全控制 最近思科买了一片 这个跟云相关的东西 这些产品跟云相关的 这个并不是很有名 我觉得 我把重点的说出来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收购 再说一个更重要的收购 当然跟安全可能没有那么重要 但是对于整个思科而言 是比较重要的收购 就这个Meraki 最近应该是今年年初在中国在做市场 Meraki 那这是这么说吧 思科是我经常说思科是传统的网络的老大 这没什么毛病吧 这个Meraki叫做我可以认为是他叫做云网络的老大 云网络产品的老大 这个云网络产品呢可能很多人会会有奇异 我简单给你解释一下 里面我用这个相应的课程 我其实以前讲过 它这么回家 它的所有的网络产品都没有console 也不存在有个IP地址登录上去图形化界面配置 没有 它的所有的网络产品都需要通过DHCP得到地址 并且能上网 一旦能上网 它就会自动的注册到Meraki的云端的服务器上去 这个时候呢 你只需要在Meraki的云端那有个账号 并且把你的产品的序列号填到你的账号里面去 那么这些产品都会关联到你的云端的那个账号下面 然后呢 你在云端进行网络设备的配置 这个很有用 特别是你们公司是那种分布是很很广的那种公司 比如说你们公司在中国可能有几百个分支机构 那这个时候呢 Meraki特别适合这种环境 OK 那能够在统一的一个云端 对整个世界或者整个中国的所有的几百个分支的设备 可以统一进行管理和配置进行监控 OK 而且如果说你们公司发展的比较迅速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只需要去买产品的授权就可以了 那么云端的这个计算能力会自动的扩展的 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收购 好 还有一个当然这是对我们安全而言重要级的收购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时刻现在 呃 说自己安全体牛一 啊 那其实也是因为这个家公司的加入 就是这个SourceFile 嗯 SourceFile呢 我来简单解释一下 它其实是一个专门做威胁防御的公司 威胁防御的公司 它最有名的 其实当初我听到时刻收收购SourceFile 我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我听到这个词 我就比较有感觉了 Snot Snot 大家可以搜索一下 这是最知名的一个开源IPS 有非常好的开源社区 Snot 因为有段时间 我就在那儿泡了一段时间 玩了一段时间 Snot 而且呢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QQ的头像 是我自己画的一个 那个教组的头像 是我自己画的 然后呢 在那个头像之前 我的头像就是Snot的标 Snot的标长什么样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很搞笑的啊 我用的他们公司的标 作为我的头像 已经用了两三年 这个Snot 了解一下 最最牛逼的开源IPS 有一个很强大的社区 然后呢 你可以认为SourceFile 是它的企业版 它的收费的企业版 那它有最强大的IPS 现在是这个IPS 也号称自己是世界第一 那么原因就是在于此 OK 而且呢 思科基于此 基于这个 然后呢 开发了自己的下一代防火墙 这是SourceFile的起源 思科的FilePower的起源 就是这个SourceFile 其实 其实你会发现 思科的防火墙 一直都被诟病 说实爱的 我也经常骂 思科的防火墙 虽然说已经进入领导者向线 跟那几个比较有名的 现在四个领导者向线 Palauto Chepone Peta 还有思科 思科如果说你要用传统防火墙的角度来看它这个防火墙 就是比较烂 网络比较烂 这个部署也比较烂 你要从你非要以传统防火墙的角度来想这个问题 它就是整体都是烂 你横死 横看树看它都比较烂 但是 它有一个 你们可能不爱用的 可能不觉得它牛逼的地方 就是它在做IPS 攻击防御这一块 应该这么说吧 我经常说思科的防火墙 是一个黑客团队开发的防火墙 他们是以黑客的角度 以威胁防御的角度 这个视角来开发这个防火墙 如果是以这种视角来看 思科那个防火墙的FMC 对整个控厂能力 这边叫控厂能力 就是整个公司的那种控厂能力 对整个网络 整个系统的了解能力 那我觉得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它就可以成为你道德 不管你横看树看它的防火墙 它怎么都不行 但是 主要就是它这个团队 专门以黑客为目标 以安全控厂 我觉得它绝对最有利的 你别提什么钱粉怕老头 这方面都不行 在安全控厂那一块 就是那些 它能够对整个网络经历了解 包含漏洞 包含系统 每一个再连上来的机器的一些状况 一些了解 而且还有一些关于黑客的自动化技术 这个 从这个角度来讲 它可以是领导者 如果说你要从其他角度上来讲 你要跟普通的防火墙来比 你横着看 竖着看 它是一个破防火墙 我给了解一下 好 然后呢 这个也引入了 这个收购也还有一个防命中 思科有一个标 这个防命中叫AMP 思科有自己的非常高级的企业级杀数软件 企业级 这个 威胁防御的软件 AMP 好 然后再看一下 这个是 这是沙盒 思科收购的沙盒 那么现在沙盒这个东西也是整合到它的这个发炮的整体的这个解放案里面去沙盒 好 再看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收购了 在所有的收购里面最重要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 OpenDNS 大家可以看一下去年的一期进化论 叫做思科这个Umbrella 叫做思科的保护伞 其实就是思科在收购之前 这个厂商的名字叫OpenDNS 收购了之后呢 思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 就跟那个SourceFAR收购了之后有个FARPOWER一样 顺便说一下 SourceFAR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 就是它的TANOS团队 有时候我们会讲 就是思科的那个黑客团队 TANOS团队也是非常有名的 在美国最有名的两个黑客团队 一个是IBM的XFORCE 一个是思科的TANOS 所以说TANOS也是比较牛逼的 所以说团队比较牛逼 IPS还有AMP 好还有一个就我们在说OpenDNS 现在叫思科的Umbrella 叫做思科保护伞 其实简单的说就是思科的个人版防火墙 请注意是个人电脑上面的 个人版防火墙 它能够对个人端的一些异常流量 进行控制和保护 在随便Umbrella OpenDNS 专门做个人防火墙 就是思科已经做个人防火墙 直接能够整合到AnyConnect里面 作为个人防火墙的存在 好 这个玩也是非常有名的 昨天我还反复在说它的流逼之数 我说最近我确实我们尽快会把这个课给做出来 一直也拖了两三个月了吧 Lancorp思科搜完之后起了个名字叫SteelWatch 简单的说这也是一家非常有专利技术的公司 专门做Lightflow的网络安全分析 它是Lightflow的网络安全分析 最牛逼的就是那个叫 它有自己的算法 它这个专利技术 现在绝大部分的流量都是加了密的 都是加了密的 但是呢这家公司有专利技术 就是说我不解密 但是我分析这个加密流量的异常 我就能够了解你这个是个公斤 不解密 直接通过算法来算 通过大数据来算 它就是大数据来算 它是真正的大数据来算 然后呢就能判断 你这个加密里面有没有相应的一些异常的公斤存在 它有自己的特殊的大数据算法 这是时刻的一个表 你的SteelWatch OK 好那看看这些收购的东西 其实最近还有 最近还有好几家跟你语音相关的 这次没写了 最近有好几家 好几家跟你语音相关的安全收购 看一下啊 这是我们考的 ESA WSA 这是要考的 我说考的啊 这个 这里面就会涉及到AMP 杀毒 还会涉及到这个FARPOWER 这两个暂时都不考 这暂时都不考 这个也暂时不考 但是这几个都比较重要 我给你解释一下 这几个其实都比较重要 考的其实都要是老了 那新的 你要知道考试总是要慢一点点 就没有那么快 考的技术总往往都是稍微要落后一些的 新的技术力只有在 比如说像我进化论里面才会讲一些比较新的一些技术 但是我的课里面应该会比较新的 但是考试一般来说没有那么更新的那么快 好看一下 这么说吧 可能大家能够了解到的最知名的安全公司 那我觉得大家应该会了解的是PALOTO PALOTO应该是比较有名的 美国安全公司 CHEPONDA FORTY LETTER 这几个应该算是比较知名的 或者说你这三分铁克之类的那些比较知名的安全公司 但是呢你要了解一下其实思科 思科是世界上最大的网络安全公司 什么意思啊 就是千万不要说 你千万不要说我是拿整个思科的产品份额和CHEPONDA比 不是 我只是拿思科的安全产品的产品份额和他们比 如果拿思科来跟他们比 那就简直是在欺负人了 那思科多大个护士 这是思科的安全产品的产品份额和他们的安全的来比 其实他们的差距还是比较大了 思科应该说是买 买整体 就是他这个收购的东西 收购这些东西都是因为他要在弥补他的整体的安全解决方案里面的一环 它是卖 思科是卖整体解放案的 包含 如如交换无线 还有它的DNAC 还有它的安全这一块 是打包一起卖的 OK所以要了解 思科一直都是在这一块的领导者 不能叫领导者 我觉得市场份额最大 不能叫领导者 但是确实是市场份额最大的 一个安全厂商 OK 虽然说可能你 你能够知道的可能是这些 跑老头啊 切破人的这些东西 可能有些人还在 还在问中国的一些东西 我给你讲中国都是扯淡 像华为我觉得 那就是扯淡一个 一些安全技术 我认为 还是需要了解一下 国外的一些东西 好我们来看一下 思科的安全的主要广告的 我们主要 这是它主要的广告 好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主要的广告 那么以安全威胁为中 中心的安全架构模型 你看看这个词 为什么要用这个词 为什么 因为思科现在整体的安全框架 最核心的就是源自于 说是法尔这帮人 主要是这帮人 来提供的整个安全核心 因为他们是防火墙 杀毒 IPS 这一片是他们的核心 这些都是整个新途当中 需要拼进去的东西 请注意 这些都是整个新途当中 需要拼进去的东西 但是整个安全防御的核心 肯定是防火墙 IPS这些东西 他们专门做安全威胁的 威胁防御的 所以你看思科的广告 所以你要读懂广告 是啥意思 你看边怎么说呢 OK 以安全威胁 威胁为中心的安全解决架 就是这帮人的设计之一 安全威胁为中心 而设计的东西 好 那么而且它分为什么呢 我反复给你解释一下 它为什么 其实你要理解 为什么要打这么广告 它为什么 这原因是在于哪个地方 攻击前 攻击中 攻击后 这个再次再说明 它的解决方案 相对于其他解决方案 是不一样的 你认真看一下 PALOTO的广告 或者说你再看看 CHEPON的广告 他们绝对不是打这个广告 你知道吗 你看它怎么说的 在攻击前 我们能够感知 在攻击中 我们能够防御 在攻击后 我们能够缓解 它在打什么广告呢 就是在攻击前 能够感知 我来解释一下 攻击前有什么东西呢 其实攻击前很多 防火墙 是攻击前的 VPN也是攻击前的 我来给解释一下 有人说防火墙是攻击前吗 防火墙不能抵御攻击吗 基本上不可以 防火墙我这么说吧 防火墙只能做区域隔离 流量控制 或者用户的上网行为管理 这些应该是主要是防火墙干的 你说哪一个跟攻击有啥关系 我觉得防火墙只叫管控 我经常说防火墙是用来管控的 它其实并不抵御真实的攻击 用来管控应该更准确一些 VPN VPN我经常说 这跟安全都不一定有关系 它只是因为加密 所以说被列为了安全的范畴 VPN其实更像一个 入屋交换的联网技术 所以说现在你看 入屋交换他们都讲VPN VPN更像是一个联网技术 更像是一个入屋交换的技术 然后应用控制 防火墙控制器 其实都有应用控制技术 应用过滤控制 还有就是3A 访问与身份服务 这个就是3A技术 大部分应该都是攻击前的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 时刻的说是法的东西 它能够对整个网络进行扫描 了解整个网络每个终端的状况 了解每个终端的漏洞情况 等等等等 能够对每个终端进行到 进行分析 这应该是攻击前 攻击中 其实真正能够抵御 实实在在的攻击的 主要是IPS 这也是时刻最强的东西 其实以前 我也不觉得时刻的IPS有多强 因为我的心目当中 IPS大优差不多 就那么回事 直到我看了券一里面的 时刻的IPS那个部分 才真正理解什么叫做UBIPS 你们有时间去看看我券一 那本读书 在读它的IPS部分那个东西 其他赏商就真没有 就时刻这一家有这个东西 它的IPS确实是独步天下的 所以说只有这个东西才真正抵御攻击 其他的一些东西都不算 那当然网页安全和邮件安全 也凑合能算几个攻击吧 比如说这些恶意软件 放在里面也能够抵御 但是主要还是IPS来处理这个大事 主要是它 攻击后 那比如说你攻击到这个机器 但你不用担心呢 我们还有AMP 高级恶意软件防控 就是时刻的个人杀戮软件 还有个人防火墙 还有自己的杀核 还有这个网络行为异常分析 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 Lancorp的那个SteelWatch 就虽然说你中了毒 但是我能看到你的流量是异常的 那我认为你有问题 我也同样可以给你隔离 那你的恶意软件在你机上跑 那么AMP就能抵御它 就能把它给干掉 OK 这是一个完整的方案 其实通过这个广告 时刻在告诉你 它的整体的安全解决方案 而且它的核心就是以威胁为重点 OK 所以说那你要看从角度来看 我完全不否认思刻的防火墙 如果说利用传统防火墙的角度来讲 它就是比较烂 我都觉得烂 我都觉得烦 我也觉得难用 但是如果说我换种角度 来看这个问题 那你会发现 它的东西确实有独到之处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这样的 就是你要说流逼 你要是民导者相限 并不是说你样样都很强 但是你必须得有一招 绝的 我觉得大家未来在市面上混 其实也是这样的 你不用样样都那么流逼 你只要有一样特别流逼 就是没理他就不行 就可以了 你这辈子钱就够正了 OK 你不用考虑啥都行 你只要看你只要有一样就我行 你们都不行 那就可以了 OK 那斯科大不就是这样 你会发现哪哪都不行 但是你从那个角度上来看它 它就是很牛逼的东西 我就了解一下这东西 好 这是斯科的架构 他会给你讲一些场景 那比如说远程访问那种场景 远程访问就是个人电脑 怎么保护个人电脑 说实在的 斯科保护个人电脑就得玩 anyconnect 可能有些人从这个字面上来理解 叫anyconnect 有些人认为这是微拼 当然绝大部分呢 你们安装它呢 它也是用来微拼的 所以有些人就固化的认为 在玩就是微拼 不 我给你解释一下 斯科的anyconnect 它是很有力的 斯科的anyconnect 其实是斯科的 终端的安全的客户端的一个整合体 我简单给你列几个 首先这是你看我装了就装了两个 一个是微拼客户端 一个是网络连接客户端 比如说无线 我就用下面这个来连 然后上面这个呢就是微拼客户端 还有什么呢 我来给你解释一下 比如说它有网线安全 它有一个网线安全客户端 比如说上网 我可以用它 而且它有AMP客户端 就是杀毒 它有一个 如果说你多一个 我给你解释一下 你多一个就会再多一个客户端 又多一个客户端 然后又多一个客户端 我给你讲 如果全部装完 差不多接近十个吧 我简单给你列一下 比如说VPN你看得到的 还有这个连网的 有线无线多贴是这对 网页安全是一个 相对于是上网 行为管理吧 还有Umbrella的防火墙 AMP杀毒软件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ISC的这个设备识别 准备控制 那至少六个 还应该有邮件安全 我记得邮件安全 还有个客户端 至少我现在能说出七个 就是你会发现这个时候 我这玩意儿装完了 我基本上就是 你点开 就这么到顶的 基本上到顶的 这么一串的客户端 所以你要了解 这个AnyConnect 其实是思科的 这个客户端的完整点方案 很多很多 千万不要动 AnyConnect就这么一点 是非常非常多的 好 然后呢 这个网络边界 网络边界 其实你说网络边界 你第一个就应该想到的 就是防火墙 防火墙就是专门处边界的 防火墙就是专门处边界的 IPS其实也是专门处边界的 邮件安全 这也算是边界的 因为已经出邮件 邮件安全 好 网页安全 这是上网行为 类似于上网行为管理 这个东西 它的网页安全并不是web 是这种上网行为管理 对客户的这个上网安全保障的 这么一个玩儿 边界主要是防火墙 IPS 邮件网页安全 就这些东西 里边 到了里面 那么主要也是IPS 还有ISE 里面就是 如果就里面有攻击 其实里面还应该有 交往机的安全技术 交往机一堆安全技术 IPS 来访问内部的 还有这个ISE的认证 还有它的这个Trust Sec 内部访问控制 用ISE的Trust Sec来做 然后呢 这个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主要是防火墙 所有数据中心 现在司科主要是防火墙 ASAV 还有这防火墙 其实IPS 也有 这些主要在数据中心里面用的 还有它的网管中心 我可以解释一下 其实现在司科整体的安全 它会慢慢的集中到它的DNA DNA的这个 SDN的这个环境 只是现在我认为 集中效果还不大好 现在集中效果还不好 现在DNA主要是把路由交换 整合的比较好 路由交换这一块 无线路由交换 整合的比较好 安全现在还在整合 我觉得现在整合它还不行 但未来肯定这个趋势 它一定会把它所有的东西 企业网的所有东西 都会整合到DNA里面去 这哥们我问I1 I1你就忘记吧 没有这个东西了 已经不存在了 现在要整合就是 是Web Tunnel 所以咱们不要聊I1了 已经不存在的东西了 我也不讲的东西了 好 然后呢 我们来看产品 也顺便说一下 我们会考什么东西 应该说二月份的考试 这么说吧 二月份的考试 跟我们现在讲的东西 至少我的课里面讲的东西 基本上是没有区别的 我的课 请对我的课 应该比十课的课要领先一些 我的课应该是比较 就是只要有新东西 我就会讲 只要有新东西我就讲 所以我的课应该不能完全是按照 这个考课讲的 应该是会比较新一些的 那么说我现在讲的东西 就是二月份讲的东西 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值得 在更新的 那有啥呢 他依然会考他的ASA 这块依然会考 依然会考他的ASA 他要考这个12X ASA防火墙 这是 应该这么说吧 其实我们的概念当中呢 ASA就是传统防火墙 就是传统防火墙 但是呢 现在呢 他在ASA里面呢 其实有个模块 可以装一个 他的下一代防火墙的模块 司科呢 就睁着眼睛说瞎话 说这玩意儿就是 下一代防火墙 反而非要这么说 也就我就这么 我就这么说 但是你要说ASA 他其实就是传统防火墙 所以说司科可以搞个模块 给他扩展下一代防火墙的功能 OK 但其实并不 并不存在 我记得前段时间 我还看过一本书 好像好像在《卷一》里面说的 他说这种整合的不算 要所谓的下一代防火墙 就是必须是 这种一体化的 什么在一个一体的系统里面 什么都有的 这才算 这个是要考的 ASA是一直要考的 至少现在ASA 发 然后下代防火墙 肯定要考啊 下代防火墙肯定是要考的 至少ASA现在很多东西还没有整合进去 ASA有自己很强大的高可用性技术 ASA有很强大的它很强大的VPN技术 VPN好像还很多东西都没有迁入进去 有它的VPN技术 现在还是一个整合中 我觉得现在还有还是两边都在卖 ASA也在卖 Firepower也在卖 OK 都在考 好 AMP 这是我们要考的 这四个的防病毒 四个的防病毒其实是比较领先的 可能中国没有多人买吧 我觉得中国可能没有多人买 但是这个东西确实是比较领先的 至少我开始在研究AMP的时候中国都不让卖 然后呢我记得这一 为什么呢 因为当年我找一个时刻的哥们给我申请这个授权 他申请的时候他发红邮件去申请 然后老外给他回 说中国都不卖这东西的研究这玩意干嘛 那么是老外就什么这句话 那个哥们说 大概那个哥们就说 我是 类似于就是我需要上进 我想学习一下 然后老外给他了 给他了半年多的授权 然后那个时候我才 我才把这个技术给研究下来 后来呢 我觉得一年前 我还是这么讲 一年前我还是这么讲 说啊这个中国都不让卖 然后 马上有一个时刻的哥们 那我下课之后给我发了一个信 其实现在可以卖了 就这个时刻的研品 OK 时刻的研品 我顺便聊一聊这个 这个时刻未来会怎么样 中国最近不是一直在封杀吗 我觉得可能会好一点 大家知道透露消息了吗 要买 我不知道这一年两千亿 还是两年两千亿美金啊 这个单子基本上签了 只是看中国谁去签 要一年两千 就算是两年两千亿美金吧 中国要花大价钱去买点东西 我不知道有没有四个东西 就是说就是 农产品值四百万 李龙双农产品值四百亿 那个中国人说农产品 农产品只有四百亿 但是要签两千亿的 我非常关注这个东西 农产品四百亿 然后其实大单是签了两千亿的 花多少钱 两千亿美金 仅对不是人民币 两千亿岁 不是不是万你 两千亿美金 这是AMP 防病毒这要考 然后呢 这IPS 要考 ASAV 其实我们用的 在这里 这是这样 我们平时上课用的就是ASAV 这个VSG就过去了 已经不存在了 这是以前VOL里面的一个东西 WSA ESA要考 ISC要考 ACS也是考试范围 所以说不怎么考 AnyConnect 各种要考 这个算是不考 这个云端的也不考 MARAC也不考 OK 简单的看着的话 主要是ASA FARPOWER AMP IPS AnyConnect WSA ESA ISC ACS 主要是这几个 我们 我们的 我们的课主要也是 这几个课为主要的 OK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产品 在网络上面的一些应用 应用的位置 不是动画 我还以为就是动画 就想不起来了 看一下 在这网络的应用的位置 比如说这个地方 这表示呢 在企业内部 那么首先 有 有防火墙 这是AMP 这是AMP 这都在说AMP 这个 这应该是企业内部的 这是企业内部的AMP 然后呢 这应该是企业内部的一些防火墙 IPS OK 的SteelWatch 我觉得那个解释 他大概说 这企业内部用的ASA 凡人了解防火墙 当然可以ASA 可以Firepower吧 你要注意 可能有些人反复认为呢 防火墙能够防御攻击 你这个说法吧 其实也不能说你错了 为啥呢 因为现在是这样的 它那个防火墙 它现在你在市面上卖 卖的那个 买的那个防火墙 我经常说这叫广义意义上的防火墙 比如说 你想想你买一套 帕老头的防火墙 你什么啥不能干 你说防火墙能做微信吗 可以做微信吗 对吧 你说防火墙有IPS吗 有吧 你说防火墙能啥足吗 能吧 对吧 你说它能够上网行为管理吧 可以吧 如果说你这么聊防火墙 他们就不聊了 防火墙啥都有 是吧 OK 我经常说就像我我经常说一个举举个例子 就是重庆人说的那个小面 和你们说的小面是不一样的 像中国时间上中国说了之后 只要是重庆人吃的面 那玩都叫小面 但是重庆人说的小面呢 只是那个最便宜的素面没有肉这个 所以说就是这个意思 就说 你说的防火墙 你说是广义的防火墙还是侠义的防火墙 如果说你是广义的防火墙 那防火墙就别聊了 那防火墙啥都有 那咱们还聊个啥 防火墙也是VPN 防火墙也是IPS 防火墙也是杀毒 对吧 我是说正经咱们狭义的防火墙 防火墙基本上 正常的防火墙就只是做管控的 就是流量的管控 区域的隔离 上网的行为管理 这可以算是防火墙的内容吧 它就干这会了 好 然后呢 应该有IPS来做IPS的功劳 OK 我说的防火墙是狭义防火墙 不是那种 你在市面上买掉了啥 它啥都有那种防火墙 不带个意思 如果那么说的话 防火墙就别聊了 就是产品防火墙没了 就不用再说了 IPS 好 然后呢 这是它的AMP 就是它的 请看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它的杀毒这一块 其实是很牛逼的产品 能够有内容安全 就是它的邮件 网页里面的相应的过滤 网络的AMP 就是在防火墙上面的 类似的就是防火墙 HTT 邮件 过防火墙 防火墙可以做AMP的扫描 杀核 AMP的终端 就是你的 AnyConnect上面的一个AMP的杀毒软件 你就这个东西 OK 然后呢 这是SteerWatch 就是它的Lightflow的分析 通过Lightflow做大数据的 它这玩意是真的大数据的 这个Lightflow的分析 然后真的能够实现 那个算法 真的是有有效性的 就是真的是能够不用解密 它通过数据上的算法 能够了解这个里面 至少可能会有安全隐患 会有安全攻击存在 好 然后呢 数据中心里面的基本上是 就是虚拟化的一片 我也说过 现在你说AWS啥没有 我真的说AWS啥啥都有 你能见到的所有安全产品 你就说 你能说得出来的安全厂商 全部都有AWS的版本 OK 四颗 四颗的录录器 CSR1000V 四颗的ESAV 四颗的这个 这个FTDV 都全部有虚拟化的 好 然后呢 四颗的ISE 四颗的云端的这些 网易安全 有点安全的东西 好 还有这个 这是它的云 它最近收购的一个云访无安全的产品 好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 就是它的TANOS 这是它的安全团队 好 这就是它的这个安全团队 这个是标流 为大家我也解释一下 我记得最近他们好像 现在师科其实还有一个叫做 叫Cyber Security 就是师科现在有专门的一个那种培训 就是 就是相当于渗透测试的培训 师科有自己的渗透测试培训 有 就是由TANOS这个团队搞出来的东西 我记得现在只是他们好像都在 我记得前段时间有些武汉的大学里面 他们有些合作 就把他们的这个安全产品放到 放到一个大学里面 来讲一些安全工房的课 OK 但是好像甩到那儿就没用了 我记得好像是 因为有一个哥们是专门管这个事 专门管管这个事的 所以买了一堆 但是没人讲 然后就有些甩烂吧 所以要了解 就这个团队他们自己 有自己的培训 渗透测试的 TANOS团队做的 他为什么我们不太了解 因为他们没有走CCIE CCMP这条线 他们自己的线 他们自己的培训 所以说我们平时不是很了解这一块东西 我是什么了解到的 首先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姐妹 他关门专门管这个 他说他们在中国 他在本地合作 然后找了一个武汉大学 武汉什么大学的去做 后来没成功 然后是上次有跟斯科的考官开会 他就在说 我们最近可能要做这个 Cyber Security 就是这个 斯科就在CCIE考官 想把他们这块东西 融到他自己的系统里面去 因为以前不是他们系统的 他们最近想把这个东西给融到里面去 做这个培训 也有这个想法 这个团队专门就是做后台工作了 就是什么病毒 IPS 这些开发 还有这个就是安全威胁情报 我说一下这个东西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可以这么讲吧 就是 其实我经常接触安全厂商的一些人 其实我经常也会问他们 其实我是选讲产品的 对吧 我这人特别喜欢讲产品 然后就说 你们有没有新的产品 新的牛逼的产品 然后呢 我可以讲一讲 其实你会发现 就算今天我讲了 讲了新的PALOTO 讲了FETA 其实也就只是 我个人认为 这只能算是一种 例行的版本更新 是牛逼了一些 但是我认为呢 它只能叫做例行的版本更新 并不存在什么杀手级的 什么应用 不存在 只是一个例行的产品更新 因为这么说 我认为防火墙 微信这些技术 已经是一个非常成型 非常稳定的产品了 也不存在什么更新了 这两年 那我们来说一下 安全厂商 这也不能说天天闲着 那么这两年 他们主要在忙活个啥呢 我觉得他们主要忙活两个方面的东西 一个就是安全情报 基本上现在 每一个安全公司 都有自己的情报组织 我基本上可以这么认为 有自己的情报组织 专门收集安全情报 但有些安全情报是什么意思呢 就这么回事 以前吧 的感觉就是说 那么你买一个IPS 你买一个防火墙 你以一己之力 一个防火墙之力 来挑战整个互联网的攻击 差不多这个意思 以前就这个意思 以前就说你买个防火墙 买个IPS 就是以一己之力 来抵抗整个世界的对比的攻击 那很明显不科学的 也不靠谱的 现在各个安全公司 下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 有不断的情报系统 真的是网络安全情报系统 那么我不断的去收集了一些黑客团队 因为现在都是黑客团队 还有一些 一些黑客的一些 或者是一些漏洞的一些情报 那么第一时间能够了解这些团队的 安全团队的一些技术方向 了解最新的漏洞的情况 OK 你看那些信息 那黑客能了解到 他也能了解到 那这个时候呢 及时了解情报 及时预警 及时修复 那么这应该是这几年安全厂商 忙着搞的东西 那么现在司科呢 也可以说 你可以买他的相应的一些服务 买了服务之后呢 他的一些动态的升级啊 更新啊这些东西 所以安全情报 这不是一个产品 所以说其实我也没法去讲这个东西 这是这几年他们忙的比较多的 还有一个忙的比较多的 就是AI安全 真的 现在很多厂商都说 那这么说吧 安全这个玩儿吧 你要说人跟人干 你真干不过黑客 那因为他在暗处 你在明处 对吧 你哪知道他什么时候来搞你呢 对吧 你要说 你的水平跟他的水平是一样高 那我跟你讲 你是肯定干不过他的 因为他在暗处 你在明处 你这个没法搞 现在的套路呢 就是说 用AI自动安全运维 安全分析 这一块 当然我觉得 什么时候搞出来 我说不好 反而这两年 就是他们在忙活在这儿 就是AI自动化 AI什么安全分析这一块 忙这个忙的比较多 还有这个就是安全情报分析 这一块 忙的比较多 安全自动化运维 这一块忙的比较多 因为安全自动化运维也是 就说实在就讲 Python的自动化运维 其实网络自动化运维的需求 没有那么大 因为网络这玩意 把它比较固定 你基本上网络做好了 就基本上就没有太多事 是吧 网络做好了之后 其实就没有太多事 除非他出故障 正常就没有太多事要干 但是呢 安全就不一样 安全隔三差五都会有时间 你需要有了安全实践之后 你需要及时的处理 是吧 及时的处理 不会说你先打个报告 等了一两天 那个人在搭理你 那不行 安全事件需要及时反馈 和及时处理 那人又忙不过来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安全自动化运维 应该说是这段时间 也是比较火的 而且大部分都自己 开发自己的运维系统 还有一点 为什么还比较火 因为安全产品都比较零散 你很有可能买了一个 你可能买了一个华为防火墙 买了一个斯克的IPS 你又买了申请服的 或者哪家的VPN 这不好整合 所以说呢 往往这个时候呢 他们就有开发一个自己的安全自动化运维系统的必要 我见过好多公司做一个事儿 OK 就是他们确实有这个需求 因为产品有很多 要做自动化运维 安全自动化运维 做的最近也比较多 还有漏洞的披露 这些都是 像是那个smart install 去联合桌的工机 也是他们披露出来的 他为后台做 就是全球斯克的这些 做后台的更新 都是由他们的团队来做的 好 我们休息十分钟 然后呢 回来讲防火墙的基本理论 OK 我们歇会儿 歇四分钟 回来继续讲